新闻中述 时政动态 热点关注 资讯出帝 讲身边事 讲国家事 讲天下大事 930直播室 大家好 欢迎收听930直播室 你现在收听的是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粤语台 我是譚敏賢 今天是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湾区方面的动态 泰浩湖迎来今季首场暴风雪 曹布逊 11月5日一股冷空气过境北加州 但它只是一个更强大的风暴系统的开路先锋 该系统将会在本州 被塞拉地区带来高达4英尺的降雪 国家气象局已经为泰浩地区发布了冬季风暴警报 从11月6日星期日下午到本州二深夜 尼诺的气象局预报员预测说 这个美约的初始系统将为一个更强的低气压开辟的条路 从阿拉斯加湾降到太平洋西北海岸附近 然后进入北加州 并且最终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内向来陆推进 穿过加利福尼亚内华达 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冬季风暴设置 山区大雪的概率是100% 预报员警告说 在5500到6000英尺的海币高度 降雪会有1到3英尺 在7000英尺以上的 有2到4英尺的降雪 泰浩湖盘地部分地区可能有3英尺以上的降雪 柴拉山顶附近会有6英尺以上 气象部门还对计划在I80和50号公路上行驶的驾驶者 发出了警告 气象部门说 从11月6日星期日晚上到至少星期二 天气会被旅行带来的影响程度将会升级 因为在良好的天气之下 相对较短的1到2个小时的旅程 在这种天气下可能需要5倍以上的时间 车外的气温会低到威胁生命 而长时间坐在车里也会不舒服 11月5日开始的这场风暴 开路线风 也将为遭受干旱的湾区 带来可喜的缓解 山谷地区的总雨量 应该会在0.5到1.5英寸左右 在较高的地势上 有1.5到2.5英寸 或者更多的降雨 湾区科技公司大裁员 万人受影响 桥布讯 11月3日 湾区多个大型科技巨头宣布裁员 加起身有上万的员工被裁 经济学家说 这个是一个真正不尋常的裁员日 11月3日 唯一湾区的金融科技公司Stripe 宣布将裁员1000人 同一日 共享车的巨头Live 宣布它将裁员700人 据这两家公司说 它们裁员比例都是14%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公司正在裁员 裁员的理由 包括经济状况 市场不景 又或者是重组等原因 旧金山首席经济学家伊根说 这个是一个不尋常的日子 我以前 从来都没见过 在同一日宣布这么多的裁员 除上述两个公司之外 11月4日星期五 推特公司也开始大规模裁员 受影响的人数高达3700人 这个相当于该公司一半的员工人数 有统计显示 至今为止 旧金山湾区已经有138家公司的 16772名工人被裁减 其中很多都是科技公司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文西尔说 加州以其科技产业而文明 我们必须要小心 我们不想破坏我们的经济 被问到湾区的整体裁员情况 以及导致裁员的原因的时候 文西尔说 这个是联邦储备银行 故意制造的经济衰退 这个我们能够结束通胀预期的唯一方法 这个只是一个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悲剧之一 就好像用聶枪来杀蚊 但是太糟糕了 它是我们武器库中唯一的工具 文西尔教授解释说 这个因为有不同的部门 为了年底假日季节 一些公司可能正在招聘临时工作 首席经济学家伊根说 现在科技是我们地区和我们地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如果有成千上万的财源 那将会对它的行业产生连锁的反应 而失业率也不会停留在历史的最低点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各地的动态 共和党预言中期选举获胜 拜登警告民主面临威胁 乔布网讯 共和党人对星期二八日的中期选举 虎视眈眈 渴望取得重大胜利 并且随着全美部分地区的经济通胀 居高不下 犯罪率持续上升 他们在竞选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呼吁支持者用票数惩罚民主党 总统拜登及两位民主党前总统就警告说 共和党的胜利可能会破坏美国民主的未来 美联社报道 在这场即将决定国会控制权 和关键州州长职位的选举中 已经有超过3900万人提前投票 拜登上星期日6日晚 在纽约郊区举行竞选活动 而一日之前 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 也向选民发表了助选演讲 民主党众议院竞选的焦点 众议员萧恩·马洛尼 正在纽约市北部展开激烈的手雷战 他6日坚称 8日民主党人的表现回高于人们的预期 他补充说 他的政党并不完美 但是我们是相信民主体系的 负责任的成年人 马洛尼接受NBC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这场竞选势军力敌 所有关心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运动中的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 反犹太主义 和暴力的人 都需要投出选票 不单单是民主党人 还有独立人士 和公正的共和党人 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口号 特朗普6日晚 在Miami举行集会 希望共和党 在中期选举日的强劲表现 能够为他 向2024年总统大选 发起冲击提供助力 特朗普预计 在本月开启大选议程 他说 每一位自由和友爱的美国人 都需要明白 现在就是反抗日益增长的 左翼暴政的时候 他同时呼吁 支持者抵制激进的左翼风子 并补充说 拉美裔会强有力地 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专家提出 夏令氏永久化 有选人体健康 乔布网信 夏令氏结束了 这个秋日传统 令美国、欧洲、加拿大 大部分地区和其他一些国家 将时钟调慢一个钟头 明年春天 土拔暑日来临不久 多国政府又将恢复夏令氏 然而人们对这个古老传统的 適用性已经有所怀疑 根据英文媒体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今年3月通过了 2021年阳光保护法案 如果这个法案成为法律 夏令氏将会被永久化 最先在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 马尔科·劳比奥 在一份声明中说 全美范围内 结束调整时钟 这个古老做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佛州立法部门 早在2018年就投票决定 佛州下令氏永久化 但是在成为联邦法律之前 这个决定没有办法生效 眼下这个法案仍需要通过 国会众议院的表决 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睡眠专家指出 在春季将生物中调快 即是重新实行下令氏 会损害人体的健康 过去25年的研究表明 一个小时的时间 变化会打乱了地球自转 相适应的人体截律 这个唯有关下令氏 利弊的争论再添了一把火 哈佛医学院睡眠医学系 神经学教授 伊丽莎白科勒曼说 我和很多睡眠专家一样 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人体生物中和自然光保持一致 而不是和墙上的挂中保持一致 没有证据表明人体会完全适应新的时间变化 伊丽洛斯州西北大学费因伯格医学院 昼夜节律和睡眠中心主任 菲利斯齐也反对下令时制 他说 3月到11月 人体在早晨接受到光线更少 傍晚光线更多 这样可能会打乱就夜的节律 菲利斯齐指出 相比之下标准时间 也就是秋天将时钟调慢一个小时后 更加接近太阳的就夜周期 几世纪以来 这个循环已经设定了人体的就夜节律 或者是生物中 这个内部计时器不单控制着 人什么时候睡觉 还控制着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锻炼和工作时间 以及人体的血压、心率和皮质顺的节律 美国睡眠医学会呼吁永久停止下令时 目前的证据最支持全年采用标准时间 它最符合人类的就夜节律生物学 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有明显的益处 时速达965公里 马斯克的超级高铁啟动全面测试 桥部网综合信 马斯克沉迟多时的超级高铁项目 最近又有了新动作 马斯克旗下的隧道挖掘公司 The Blowing Company 5日在推特宣布 超级高铁已经开始了全面测试 公开信息显示 超级高铁不同于传统的火车或地铁 它更像一个铝制的胶囊 其运行原理是把铝制胶囊置于铁管中 然后将管道抽至真空 再像发射炮弹般把车厂发射到目的地 The Blowing Company介绍 超级高铁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0多英里 比飞机在高空中的巡航速度更快 按照这个速度来推测 从华盛顿到纽约的时间 只需要不到30分钟 对于如何将一辆特斯拉汽车高速发射 是不是也需要抽真空 成为推文下方网民最关注的问题 但Boring Company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另外据深圳证券时报微信公号的报导 今年7月8日 马斯克曾发布微博 称扎中国的高铁 并且说曾经坐中国的高铁 从北京去西安参观秦始皇的兵马俑 在此之前有知情人士透露 The Boring Company的超级高铁项目 正在寻求和中国中车合作 双方在探讨潜在家合作和投资可能性 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中国中车方面辟谣否认 表示不清楚这件事 据悉除了中国中车之外 The Boring Company正在和全球的 多个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合谈 以加快自身的项目进展 新闻中述 时政动态 热点关注 资讯出帝 讲身边事 讲国家事 讲天下带事 930直华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30直华室 我是谭文言 今天是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动态 文石穴正式就离泰院踩踏事件向国民道歉 韩明年增加灾难安全预算 韩国总统韩石穴7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府 主持国家安全系统检查会议 就离泰院踩踏事故向国民道歉 韩联社说 这是韩石穴作为总统首次正式为这件事向国民道歉 韩石穴还表示 要彻查事故真相 透明公开 识清一切的疑点 并基于调查结果 对负有责任的人员严肃追究责任 会议上 韩石穴再次敦促 韩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事故结果 并完善现有的防灾和安全法规 使国家更安全 特别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我们需要在警方防范风险和预防事故的方式上进行创新 他表示 将確保撤查这起悲剧的真相 并公开透明地向公众披露这个过程 不留下任何可疑之处 他还说 根据调查结果 我将严肃问责责任人 另外据大陆央视新闻的报道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殊7日在国会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也就离泰院踩踏事故 向韩国民众和受害外国人公开道歉 并承诺将改善相关制度以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他介绍2023年预算案包含自在恢复民生克服经济危机的众多项目 据韩国企划财政部介绍 韩国政府明年的安全预算支出将扩大至22.3万亿韩元 涉合159.96亿美元 比今年增加1.8% 除去地方交接完成实施等部分 实际支出增幅为4.2% 英报约翰逊退出党首选举原因 或者是担心影响年收入千万 调报网络合逊 在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后 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曾被认为是接任首相的业务人选 然而约翰逊最终宣布退出选举 引发起人民的关注 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 约翰逊做出中途退出的决定 背后或者有财务方面的考量 中信网援引英国《惠报》6日报导 奥翰逊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后 一直在和娱乐和人才经纪公司 就其未来的收入潜力进行谈判 相关公司工制人员明确表示 如果在选举中败给竞争对手 苏纳克 约翰逊在全球的影响力将会大受影响 并将失去每年至少1,000万英镑的 回益录销售预期收入 收入潜力约下降一半 对此 约翰逊的发言人陆浩说 约翰逊退出和财务原因完全无关 该发言人还重申了这位前首相 在宣布退选时发表的一份声明 约翰逊当时表示 他遗憾地得出结论 再度各族保守党党魁根本不是正确的做法 除非议会中有一个团结的政党 否则你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 约翰逊7月身陷派对门丑闻时 时任财政大臣苏立克大头辞职 引发政府官员辞职潮 成为约翰逊下台的杜伙索 一位资深保守党人认为 约翰逊担心的是自己的名誉 人们可能会说他摧毁了保守党 让他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害党内的支持 但是这样并不能证明财务问题 完全没有影响他的想法 正宗中餐成为日本2022年流行雨的候选词 协捕网中核讯 日本自由国民社主办的《新宇流行雨》大赏 每年都会评选出 最能反映该年度社会现象的话题性词会 正宗中餐一次成为日本2022年流行雨候选词 北京环球网7号援引日本每日新闻的报导说 2022年后 《新宇流行雨》大赏评选会公布了30个候选词会 含蓋2022年日本国内外的大小事情 候选词会之一的正宗中餐 在此和日本的中餐厅增多有关 所谓正宗中餐是指食材、调味品等 直接从中国采购的、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中餐 并不一定适合日本人的口味 近年来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增多 在东京都的池袋、上野等地 出现了很多味道迎合中国人的餐厅 譬如麻辣烫、四川火锅等 受到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另外,国葬仪式也成为今年的候选词会 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未获得民众 港泛同意的情况下 为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 举行国葬仪式 另外,英国政府为伊丽莎白女王 举行的国葬仪式也获得世界港泛的关注 日本每年年末都会举行《新宇流行雨》大赏 据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 《思时代》、《性别平等》、《凡死乐》等辞 都入选了2021年日本《新宇流行雨》大赏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动态 中国本土疫情日增破5000 广东和内蒙占6成 香港新闻网11月7日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 11月6日 中国内地新增本土感染者 确诊病例535例 其中广东224例 内蒙57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4961例 其中广东1882例 内蒙古976例 广东和内蒙古两地的感染者 佔全国总数6成 11月6日 0至24时 广东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5例 其中广州122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82例 其中广州1813例 11月6日晚 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召开了视频会议 与广州市海珠区进行了视频连线 会商研判疫情发展的态势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 新闻发明人张荣表示 广州市正面临抗疫三年以来最复杂 最严重的疫情 广州海珠区4日起 一年三日实行全区临时交通管控 地铁巴士暂停服务 除了少数必要用途的车辆 包括电动单车 单车座内的全部车辆禁洗 市民居家办公 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 广州已在管控区开设临时医疗点 安排注点医疗队进驻 实施24小时轮值 患者经评估 确需外出就医的 将组织专车运转到定点医院 广州明确定点救治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博医院 收治新冠普通型及重型 危重患者 适时启用后备定点医院 亚定点医院和放创医院 受治轻型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当地近三日已转运3.1万人 以上就是今天930直播室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敏妍 下次节目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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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